立法院昨天三讀通过水利法修正案 将针对每个月用水量超过1000度的工业用水大户开征耗水费 费率最高是30% 对此台塑石化总经理曹明回应 卖辽园区的水源是原水而不是自来水 还不知道会不会被列为耗水费的课征对象 不过近期政府已经确定要调涨六清的原水银管费用 工业用水它我们这个银管费它也要调涨 它从大概一度一块二调涨 你要调涨了也一块八 这个我们涨了原管费涨了50% 不过我想我们会持续有努力 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各种神水节水的计划继续推动 曹明坦言如果被纳入耗水费课征范围 依照台塑化的用水量加征三成水费影响很大 另一家用水大户中刚则是预估 如果被加征耗水费每个月大约会增加1400万元的开销 不过耗水费也定有六个减征条件 正当符合其中五项 如果减征60% 耗水费可以降到560万元左右 看一下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